九韻代表林飛凡正在發表談話來看最新現場 在街頭上面持續堅持的時候 其實我們代表我們傳承了他的信念 他的理念 所以我們繼續堅守在這個地方 關於這場運動的下一步 很多朋友 都在關心後一步是什麼 再來要做什麼 王院長的回應 我們之後應該往哪裡走 我告訴你 今天有非常多的 幹部 大家正在積極的 跟各位參與的夥伴 以及場內場外的所有的工作人員幹部 大家在積極的做討論 我們希望 最快最快 最快 今晚能夠跟大家說明我們這場運動 未來的走向 我們希望 今天晚上能夠給各位 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們後一步是什麼 所以請大家 請大家 此時此刻 其實雨下再大 雖然我很不忍心這麼說 但是我拜託大家 我也希望大家 我們大家 一起 堅持 下去 下去 這21天很多朋友應該有各式各樣很多的情緒 在經過的很高張力的衝突 每天晚上提心吊膽 很多各式各樣的情緒 其實在一場裡面也是一樣 其實在一場裡面也是一樣 但是21天下來其實 很多東西大家都往自己肚子裡面吞 我希望這幾天 大家可以認真地 也靜下心來 想一下 一邊淋著雨 趁著淋雨的時候 想一下 這21天以來 我們改變了什麼 這21天以來 我們做到了什麼 這21天以來 台灣往哪裡去 我們又往哪裡去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 跟我們一樣 沈澱一下心情 在這場大雨裡面 靜下心來 也想一下 大家在這領域 然後我們在一場裡面的夥伴 在裡面淋不到雨 坦白說那種心情是很過意不去的 但是我們很清楚 就如同在青島東路跟濟南路段上面 非常多夥伴說的 是因為有外場的朋友繼續堅持 才有這一場 318 的公民運動 也希望大家給自己一個熱情的掌聲 任何的成就 絕對不屬於我們任何一個個人 而是屬於在場的每一位夥伴 大家看到我們不用太過用英雄式的這種 期待 不用給我們太多的掌聲 不用拿著相機 拚命的對著我們拍 我們都是普通人 我們在運動 的現場 經歷過的每一種情緒 經歷過的每一種氛圍 一場內外 其實都有相同的感受 我們經驗是一樣的 我們體會是一樣的 我們沒有 比其他人更特別 一場裡面的夥伴 一場外面的夥伴 我們都付出一樣的心力在這場運動裡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 趁著這場雨 思考一下 在這場運動裡面 你獲得什麼 謝謝 謝謝大家